嗨,欢迎收看本期的最有感觉 说到最萌的国宝,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憨太可居的熊猫 其实除了熊猫,澳大利亚的考拉也是一种可爱的国宝级生物 虽然同为国宝,可是考拉的境遇和熊猫迥然不同了 两者一个作为外交大使遍布世界,受宠非常 一个却瀕临灭绝,垂死挣扎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游客来到澳大利亚看考拉 根据澳大利亚一份官方报告显示 考拉已经成为澳洲最受欢迎的动物 78%的游客把考拉列为澳大利亚旅游必看的项目 考拉可以每年给澳洲贡献约220亿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并为旅游业直接带来3万个工作岗位 可以说作用非常的大了 但是不幸的是,由于环境的变化和生存能力的减弱 考拉这种生物正在逐渐减少 很可能有朝一日走向灭亡 在过去的30年,等待一个黄金海岸地区 就有30多万只考拉消失 让人触目惊心了 澳大利亚著名旅游城市 昆士兰、新威尔市州 和大部分森林地区等考拉的平均灭亡数量 也都达到了50%以上 澳大利亚考拉的灭绝速度增快 与澳大利亚清洗考拉栖息地有着莫大的关系 因为举办奥运会 很多灌木丛被砍伐 很多考拉无家可归 还有很多的考拉因为车祸或者捕杀而死去 根据CNN报道 如今野外考拉数目可能不足4万只了 接近冰威 很多的澳大利亚环保人士走向街头 通过海报的形式宣传保护考拉 并且向政府提出保护方案 以便能够让子孙后代都可以欣赏到这种可爱的生物 发现更多旅行趣闻 请关注最有感觉 羊羊和你不见不散呢